山连着山,四处全是山 在浙信州的群山之间 有一个叫做前村的村子 村边上住着阿灵婆一家 阿灵婆今年69岁 丈夫20年前就死了 独生儿子陈平的媳妇 去年去捡栗子时 失足滚进山谷 摔死在谷底 留下四个孙子孙女 有阿灵婆照管着 阿灵婆感到 与照料孙子孙女相比 还是替成了管夫的陈平 寻找续弦 更叫他伤头脑筋 因为本村和前村都没有合适的寡妇 阿灵婆等来的另一个消息 是送信的人从娘家来报告 在前村物色的一个寡妇可作填防 这寡妇和陈平同年 45岁 据说三天前刚料理完丈夫的丧事 只要年龄合适 就等于没有问题可以定下来 这时的孙子加沙集回来了 海潮药奶奶有33颗牙齿 阿灵婆上了年纪后 牙齿仍然很好 她年轻时就以自己生旧衣服好牙 而感到自豪 她可以把干硬的玉米 咔嚓的咬碎吃下肚子 因为对于一个年近七尺的老人来说 牙齿的坚固是一件会被人耻笑的事情 傍晚阿灵婆看到陈平带着三个孩子 击败死去的媳妇 便从家中高声对着陈平的背影让道 有个媳妇要从前村嫁过来了 前天刚守的寡 七七四十九天一晚就过来 而且和你同岁 已经四十五了 三度寄油山 栗子把花开 这时候阿灵婆听到了 歌词的意思是说 过三年长三岁 由于村里的人 到了七十岁就在去击油山 这歌便在通知老年人 这一天将要来临 陈平陷入了沉思 阿灵婆则看到了儿子 是不想背着自己去祭祀油山的 陈平从山上砍传回来的时候 听到屋里有人在唱嘲笑阿灵婆的牙齿 有三十三颗的歌谣 他迅速惊无反驳 谁知他们都说是你的大儿子 夹杀吉编造的 随后找到儿子就是打 还说别想回家吃饭了 当晚吃饭的时候 到了全家围在饭桌旁坐下时 夹杀吉从门外进来 和大家一起坐到了饭桌前 他朝陈平扫了一眼 陈平的脸色似乎有点沮丧 先前的愤怒样子已经应重全无了 夹杀吉对父亲最近就要续弦一事 十分反感 这时大家已盛好饭开始吃了 说是饭 其实就是用玉米面疙瘩和蔬菜做成的糊糊罢了 因为每年收割一次的粮食 却要维持一年的口粮 第二天就是祭祀日 孩子们吃饱了雪花米 向祭祀场走去 陈平也到什么人家去串门了 只留下阿灵婆一个人在家 中午时分 有一个妇女面朝着阿灵婆家 坐在屋前的树墩上 她的旁边放着一只装的满满的布置体囊 看上去像是在等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阿玉 是来给陈平当媳妇的 阿玉还没有吃早饭 阿灵婆端上了大白米饭和做好的尊语 这可是山里的名贵菜肴 阿玉吃得井井有味 尊与素有和宇中的佼佼者之称 一般人是捉不到她的 全村人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阿玉听阿灵婆这么说 脸上露出难以相信的表情 接着阿灵婆站了起来 她对阿玉说 我去叫陈平来 你慢慢吃 阿灵婆说过这话后 便从后门走出去 然后走进一间柴房 阿灵婆听得称赞自己是个好人 心里十分高兴 于是她使出浑身的勇气 闭上眼睛 把牙齿对准石旧的愣角 磕掉了两颗牙齿 去祭祀场找到了陈平 陈平看到满嘴嗜血的阿灵婆背回了家 这时她大儿子 躺在树上懒颜阳的 和已经大着肚子的同村女友闲聊 她说 我不能去干活 因为动一动就容易饿 收割稻子时 她站在那边小小的开根在乱世间的稻田里发呆 妻子催促她快点收割 她说 急什么呢 只有这一点点的稻子 很快就能割完 果然 他们在太阳落山前已经割完了稻子 并且背着就回家了 这已经是全年的收成 阿玉过门一个月不到 家里又来了一个女子 阿松是个非常能吃的女人 全忍不顾长辈们的眼光 来成第二份饭 全家人的口粮也慢慢变得紧张起来 此时的袈裟集 却焦急的问阿玉婆什么时候去进山 阿玉婆说过了年就去 这天晚上村里进了小偷 小偷是与吴家的男人 他溜进隔壁的烧松家去偷了一麻袋豆子 正要逃走时被烧松一家围住揍了一顿 在村里 偷粮食是最可恨的 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要被拉着 去向优山婶谢罪 小偷家里的粮食 要被抄出来 有大价瓜分 本来村里种下的山芋就很少 不足过冬 很多的山芋都被与吴家的人偷走了 最后与吴家的人也是为了保命 全家人离村而去 分离达成这样的协议 从此谁也不再提到与吴家的事 再有四天就要过年了 这天阿玉婆一早就等着陈平起床 然后和陈平一起到门外 对陈平耳语说 今天晚上 你去把经过山的人们叫来 得告诉大家了 这天晚上 要来的人们会计一堂 晋山去的前夜 摆下了鉴别酒席 受到招待的 只限于经过山的人 这些人 一边狂欢 一边陈说 晋山的注意事项 这虽是一种说明性质的指点 其实也是一种启示 在陈说上 也自有一套礼节的一个一个的哀刺发言 第二天夜里 阿玉婆用吃早的口气 激励着优柔寡断的陈平 登上了去寄游山的道路 终于到了离别的日子 陈平一路上 一步三回头 悲伤的不能自己 然而悲伤的母亲 却一语不发 最后到了游山入口 依据传统规矩 进了游山就不能再说话 她急得哭出来说 妈妈 你说句话 哪怕是哼一声也行 进去就不能再说话了 然而母亲始终一眼不发 示意她继续前行 入得游山 已经可以见到随处白骨累累 是死去的老人 乌鸦走来走去 等着分享新的肉食 而大雪纷纷落下 这是陈平母亲根据自己经验 唯一可以选择的 再一个大雪天上山 这样就会迅速被冻死 不用受那么多苦 陈平放下母亲 走几步又回过头 母子抱头痛哭 然而终于还是要分开 她一步三回头的往回走 路上看到了邻居 正准备把老父推下山 这个七日一岁的老头 已经从游山逃回来许多次 被全能人嫌弃 被儿子一次次的绑着 再次送上山 陈平眼见他推父亲下山 上去责备他怎么做出这种事 扭打中 他不小心也把邻居推下山 这时他意识到 雪已经下大 急匆匆的又跑回去 远远的望着落雪 覆盖了打坐的母亲 绝望的乌烟 妈妈 下雪了 你一定很冷吧 然而老人并没有回答 继续做手势让他下山 他终于一咬牙 一口气跑下山 回到家 看到自己的儿子 和搭着肚子的儿媳 围着火炉 吃着热腾弄的野菜 开心的唱歌 最后阿玉和陈平站在院子里 阿玉对陈平说了一句 到七十岁我们一起上山 屋子里传来孩子们的歌声 这何尝不是一众轮回 到了七十岁都会上游山 游山解考 是导演穆夏慧杰 与1958年指导上映的作品 和1983版比起来 1958版 更日本化 更古典主义 58版本 更注重的是 寄山神的环节 山减版的游山解考 很完美的剔除了 阿玉婆的二儿子 力度的所有的故事情节 两个版本都十分优秀 从广告上来说 更推荐 幕下慧杰的版本 是适合多次观看的 新村昌平版本 会更具冲击感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对比看看 随便搜儿女赡养老人 看到的推荐都是这部电影 好像是第一次看这种日本老电影 不仅真的太赞 想想这可是50年代的片子 由于生活的极端贫困 和食物的匮乏 使得整个村子形成了几个习俗 每户人家 只有大儿子可以娶其生子 其他男人只能干活 不许结婚 他们被称作奴才 出生的男婴会被丢弃 女婴会被拿去换钱维持生活 至于老人 活到70岁 如果还没去世 就会有儿子 背着送到村子后面的油山上去 任其自行死亡 当然 他们的说法是去击山神 其实是因为过了七尺的老人 没办法劳作 只能土土消耗食物 如果阿灵婆的祭祀 是赞美新生的话 那她的死 是不是也在歌颂奉献和死亡 在天道面前 人道显得递入尘埃 所以大儿子陈平 代表着人道 在对抗祭祀 油山的山洁 就是对抗天道 阿灵婆是伟大的 陈平是善良的 阿尔子是最原始的 阿佑的爹 是最务实的 阿佑是最现实的 每个人都没有错 都是为了生存 都是为了顺应天道 电影中的阿灵婆 从来不是高声歌颂的 那么肤浅和简单 真的超越了我的想象 难过于那种因贫穷 饥饿不得不牺牲的习俗 最后阿灵婆 终于得偿所愿的 被儿子送上了荒山 那一路上的白骨 儿子不舍又无奈的纠结和痛苦 以及最后狠心离开的情感转换 我看的抓心脑干的难受 风雪里 等待消心的母亲 为儿子们操心的付出了一辈子 居然只能有这样的下场 然而世道的艰难 没有能给人更圆满的选择 为了生存 动物相互蚕食 只能勉强养活一人的饭 又怎样两人时呢 与其都活不下去 不如活一个下来 庆幸着这只是电影 但是细想 这样的情形 世上又怎么会少 愿世界和平 人人得以善终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